美国组合哈维耶克贝克在长区拿下105 21分以总分174 29摘金大会提供 记者年秒云台北报道 2018年国际华兵总会ISU四大洲华市华兵锦标赛金进行兵武长区及男子班区项目 美国组合哈维耶克贝克在长区拿下105 21分以总分174 29摘金 哈维耶克贝克两人曾在201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中摘金搭档将近6年 这是他们在成人赛事的手金 哈维耶克表示看到美国国企冉冉升起时心里很激动 毕竟这段期间遇到很多实力坚强的对手碰到不少挫折 加拿大组合索西色 Karoline Sussis 费鲁斯 Shane Fris 在长区滑出99 85分以总分164 96收下银牌 这也是他们合作以来在国际赛中摘下的首面奖牌 同牌则由日本打党村元栽 中瑞德以总分163 86拿下过去在兵武项目大多由欧洲北美洲国家包办奖牌 能够从劲敌环似的情况下拿下奖牌 村元栽中表示这对他们接下来参与东奥更有信心 哈维耶克贝克中 索西色费鲁斯 索村元栽中瑞德 又记者年秒 云社 计划 感谢观看